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门冠军赛 申请休假调整的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女队主教练李笋已经正式归队 李笋即将参与中国乒乓球军团在海南集训指导工作 同时现身的还有男队教练刘国正 王浩等人 据相关专家介绍 1963年出生的李笋是中国乒乓球军团鼎鼎鼎大名的教练员 中国乒乓球军团女队仅有的五位大满贯选手里就有三人曾出自他的门下 分别是王楠 张宜明 李小霞 所以当孔令辉在2017年离开中国乒乓球军团女队主教练岗位后 李笋就成为了接班人的不二选择 不过李笋毕竟比孔令辉还大了12岁 所以身体等方面已经难与年轻人相比 此外 作为主教练 工作压力本来就很大 特别是近年来 伊藤美成等日本乒乓球高手的崛起 也确实给中国乒乓球军团女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所以 李笋也是近乎拼了命的工作 即便心脏出问题也坚持奋战在一线 真是不容易 上月的2022 WTT 奥门赛 中国乒乓球军团几乎精锐进出 但女队主教练李笋却没有参与其中 这也引发了广大球迷朋友们对她身体情况的担忧 好在这个赛事几乎是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内战 所以 任务也不是很繁重 即便李笋不在也问题不大 但二月底的时候 中国乒乓球军团将派出至少23人参加WTT阿曼赛 而三月将举办WTT大满贯赛 四月更是有成都团体试拼赛 身为全军女队主帅的李笋自然是不会缺席了 在此 我们祝李笋教练在新的一年中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同时也祝中国乒乓球军团在以后的比赛中 不断取得好成绩 续写传奇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